感謝我們六徒堂 邀請來主堂這一場 不動冥王金剛的故謀 那麼 不動冥王金剛 是我的大復法之一 我一生學佛修律 開堂祭祀以來 可以講說受到祂的庇佑 加持守護 可以講說寸步不離的 寸步不離 那麼今年 我們金吉雷藏師做開堂四十週年 的週年慶 在這邊歡迎 在今年的十一月十七日 我們法會是有三天 十五十六十七夕 大法會是十七日 那麼歡迎你們 能夠來共襄聖聚 來贊助備團的公餐 還有就是 那一天 能夠留下來 參加我們的晚宴 但是呢 希望以每個單位呢 跟我們聯繫 跟我們報告人數 我們方便準備 那麼也歡迎大家一起來 看到我們不動明王金剛 可以講說是讓我最感動的 那麼在經濟雷藏師的 初創 啊 初創 就是準備要舉辦這個入火一室 啊 準備要入火一室 那麼前一天 啊 前一天 那麼晚上呢 我睡覺的時候 我還沒有睡覺 他把我帶起來 好 把我帶到廟裡面去 帶到經濟雷藏師 然後 站在那一個中庭的那一個台階上面 然後我往外看 然後我往外看 來了五個壯漢 來了五個壯漢 各個手指不一樣的那一種武器 來了五個壯漢 那麼我一看呢 心頭一陣 我想說 我們要得罪誰 我們要跟誰解怨 為什麼來了這五個壯漢啊 來者不善啊 每個人都非常奎武 高高低低 然後手上有沒有他的劍 有沒有他的斧頭 還有他的刀 啊 不一樣的那一種武器 然後就從廟門那邊一直走過來 一直走過來 然後很快速的走到我前面來 那我心裡面想糟糕了 我就截不動明王首頁 請不動明王來附體啊 來附身啊 他糟糕怎麼請不高呢 一直念他的心奏 怎麼不來呢 好了他已經來到我的前面 五個人共同用那個 武器啊 我統統砍到我的身上來 一時統統砍到我的身上來 一時統統砍到我的身上來 那個時候 結果那個武器打到不動迷魂的身上 那個武器出現火光 出飛車 然後退了好幾步 那我就問 是誰叫你們來的 是誰叫你們來的 不動迷魂不動迷魂 我要開口開不了口 我要問他 是誰叫你們來的開不了口 他把我的手拿起 這個 地水我空空 不對 地水我空空 他把我的手拿起 然後用風子把它彈走 一陣清風 把它送走 我就問不到了 然後他退開 不動迷魂就退開 我心裡面想 為什麼不讓我問呢 這烏鬼是誰派來的 這件事情啊 經濟的同盟應該 聽我講過 我提過兩次 我提過兩次 江湖顯惡 沒有一路以來的 要持經濟的做主 世尊的加持 不動迷魂金剛 的故事 早就到了 沒有今年的四十周年 所以說 我們修行 看起來好像很 很單純 很單純 修多少算多少 你能夠進入多深 算多深嗎 你能屁股多高 就算多高嗎 這樣的修行是最快樂的 這樣的修行是最自在的 但是開堂祭祀 就不同 沒有得罪人 但是人家就會來考你 會來踢館 好啦他不讓我問 他也沒得問了 被他一個公主給彈走了 那我心裡面有數 那經過這麼久 我還是不能說 那我還是不能說 誰幹你 我自己我知道 我不能說 但是 我也沒有回這 我也沒有回這 被我打回去 被不動迷魂打回去 那就算了 第二次 那麼是我第一次要去日本 要去日本玩 然後跟旅行社的那個老闆 在談行程 談一次 不動迷魂 我們大殿的不動迷魂 一個立著的那一尊 很日本式的那一尊 很威門的那一尊 地造的那個不動迷魂 我們居然站在那個 我徽客室的那個落地窗的角落那裡 我想說 我們在那邊聊天 常常會有佛菩薩來 前面談成的佛菩薩 會來到我們 那個徽客室的地方 但是我也不宜有他 第二次來談行程 他也還站在那裡 第三次 他生氣 他怎麼樣呢 他把我們那個會和室 前面不是一個落地窗嗎 他前面落地窗是不是 有一個沙門 兩片沙門 他把沙門 兩片沙門 通通打開 然後再把他關好 沒有人 我們那個廖正義師兄 還有 好像還有廖大象 在那裡 他看到眼睛就 真的大大的問了 那是什麼 為什麼這樣 沒有人 你說電動門 也許有什麼東西卡到啦 也許會有這種現象 自動打開自動關起來 那個沙門 為什麼也會自動打開自動關起來 是不容易的 然後我就說不動 你往開一點 那我心裡面想啦 這有問題 我就趕快請示他 好 我說趕快請示他 他跟我說什麼 你要進日本沒有邀請我 哈哈哈哈 我就趕快說 好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去大殿上鄉 正正事事的 邀請 壇城上的 師之母娘 佛菩薩 邀請不動明王金剛同行 然後邀請完了 他跟我說 這一次去日本 我帶頭 我帶隊 那是我第一次去進 然後好了 整個行程都決定 那要出門之前呢 那個新聞說 日本這一段時間 是很冷 而且下大雨 會下雨 我說完了 那時間都排了 又下雨 又不好玩了 還是要做 所以你其實要我 然後多帶一點 冬天後的衣服 夏天呢 只帶幾件 剩下的 都是帶冬天 好了 我們坐上飛機 在飛機上 那個廣播 說 這個日本 大阪 下雨 溫度 在十度以下 最低三度 最高十五度 而且又是下雨 下雪 我看到這個電視 它的那個 出來的廣告是這樣 我心裡面正在想 不動民王跟我說 沒關係 我們到就出太陽 好了 飛機飛到關西機場的上空 準備要下降之前 本來真的是下雨的 烏雲滿天 結果就破了一個洞 出了太陽 太陽就照到機場裡面下來 那我們下來 那我們下來的時候 雨 小 那雨是 比較小 那沒關係 就先這樣吧 明天早上呢 出門我們 要去第一個地方 叫龍骨不動死 龍骨不動死 那麽出門 那麽出門呢 還是下雨啊 我又跟 古動民王說 你不是說 我們到了就 好天氣嗎 就出太陽嗎 我們今天要出門 開始遊玩或什麽 又下雨啊 他不答應我 不回應我 好啦我們還是去啊 那麽下的車還是在下摩摩 那麽我們就到大殿啊 去上香啊 好 然後 我們一點完香 然後大家集體在那裡 團拜 好 在那裡念經 好 團拜 一轉頭 後面啊 整個雨都停了 真的出大太陽 從那個時候開始 一直到我們回來的 那一天早上 都是好天氣 但是我要講的 一個內幕 就是在龍骨不動死 他是誰呢 他是空海大師 空海大師的八十八靈場的 其中一個 他有一千兩百多年的歷史 這間廟有一千兩百多年的歷史 那麽我在上香的時候 我眼前現出雨幕 空海大師 空海大師坐在正中央的法附上 兩邊 你知道 日本的廟都不會很大 日本的裡面的大殿不會很大 那麼 他說 出家中有兩百 有兩百 那麼前面算來第二個 在這一邊 前面算來第二個 我認得他 然後我認不他 我心裡面就問不動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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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嗎 他跟他說 是 他跟我說 是 難怪啊 你要帶我來啊 帶我來證明我的前世 是 我到 那個 還有東大師 就是 空海大師出家的地方 空海大師出家的地方 就是在東大師 我 那個時候我看到了那一個小僧人 是 他不大約在二十幾歲 二十幾歲 然後同時我們也旅遊了東大師 在同那一世的四五十歲的時候 我在東大師當主持 所以我們跟隨著師孫一路走來 可以講說 不疾不離啊 不離不棄啊 在空海大師的時代 我們已經歸於空海大師 也出生在日本過 也當過東大師的主持 但是比較後面 先歸於空海大師 然後在龍谷不動世 見到我二十幾歲的那一個模樣 然後在東大師看到我四五十歲的時候的模樣 前幾年 我再回去東大師 逃圣 回去鼎裡 那麼在鼎裡的時候呢 我的前身也在那裡 他不讓我走 我的腳走不開 我跟同情的同行的同門說 來你把我拉回去 哭 拉不動 有的人一拉到我的手 他不但拉不動 而且他哭了 我沒有哭 只有他哭 有好幾位 我都叫他說 來你把我拉回去 可是他不動 而且他哭了 現在 現場呢 就有一位正人 有一位正人 就是我們的副主委 那一次 他也跟我們同行 看到了這一幕 一直到 你現在才哭啊 你現在才哭啊 我跟他說 我會再來 你換我走 我不可以留在這裡啊 我帶這麼多同門來 讓他們知道 人是有全身的 有這一段奇妙的因緣 這樣就好了 真管大家的見面 多了一層 生命的認識就好了 你在我的家 我一定會再來 整個鬆開 這個其中呢 因為那一天人很多 所以我們在室外典禮 我們沒有進到裡面去 那一天很熱鬧的難度 我們就在廣場上 我們藝人呢 都戴了一個耳機 那個領隊的耳機 他給我戴 所以每一個人都聽到我在說什麼 他其實都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為什麼 我跟我的前世 用日本話對付 用老日本 古代的日本語對談 他其中呢 有一個 我們同行的一位師姐 他 他在日本 他生活過 待過 他聽得懂 這是老日本的語言 但是他也聽不出 這是什麼話 但是他心裡明白 以他的經驗講 他說這是老日本的古代的語言 我跟他對談 他借我的口講給我聽 那麼我裡面的靈也借我的口講給他聽 我們就在當下呢 兩個人用我的嘴巴在講話 大意是這樣 我們又重逢了 我就是你 好 我們都是追求解脫 這一個成就的人 那麼他鼓勵 你能夠堅持 能夠堅持 能夠切實的實修 那我跟他說 我知道你已經成就 我知道你一直在幫忙守護東大社 是 他跟我說 是 那我跟他說 我們會再見面的 他一跟我說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根本沒有分開 兩個人 兩個人 就是在對話 這一種 禪語 這裡面法味隆隆 只是用老日本語 他們聽不懂 可是不懂民王 他帶我回日本 跟我印證這件事情 也讓我看見前世 讓我知道 自己這一世 要盡的責任是什麼 第三次 我得了五十間 兩邊共一百間 痛了兩年半 找過很多的民意 推拿師 整股師 什麼 弄了兩年半 沒有好 一點好 一點好都沒有 從一隻手 到變成兩隻手 到兩隻手 都幾乎快不能動 兩隻手都不能舉高 睡覺呢 要用毛巾把手綁住 綁在胸前綁起來 你不能讓他掉下來 把他綁住 睡個一兩個小時 醒來手都麻掉了 然後再 從這裡慢慢把他解開 然後手慢慢放下來 放到床上 再咪咪 這樣子過了兩年多 有一天 半夜三點 我醒來 去上個廁所 回來 躺下來 躺下來 再持重 慢慢慢慢讓自己靜下來 讓自己 再進入睡眠 在還沒進入睡眠之前 我看見我的前面 有一個火人 那這個火人 那這個火人像什麼 他的形狀就是不動你 但是呢 他就像什麼 前身就像岩漿 就像岩漿做成的一個人 這樣他前身都花火光 他眼睛嘴巴 鼻子耳朵都看得見 會說會笑 但是前身就是像岩漿 那一種 那一種人 然後他看見我 一直笑一直笑 我心裡面想 我問他 你是誰啊 他說我是大日的死者 那我就知道你就是不動你王嗎 大日的死者 他笑得很開心 他手一直比 我說你小心你不要碰到我 你碰到我我會死掉 我都跟他這樣講 然後呢 他故意的用佛子 人家不是不能比這樣嗎 他故意用這一隻 他故意用這一隻 來 點我的幻穴 這樣一點 點我的幻穴 這一點不得了 我全身都被火 這樣在火裡面 全身都著火 但是不會痛 只有一種 也不會痛 不會熱 但是就是 慢慢慢慢的 進入一種 昏沉的狀態 經過一陣昏沉 我的靈浮到我的身上來 我心裡面想 應該 他要帶我走了吧 我又爬起來爬不起來 被我身體的一股氣吸住 那我浮在我的身體上面 但是要坐起來 坐不起來 到歡身也歡不動 就是被身體吸住 好了 你不讓我動 也不帶我走 那我 我就隨你了 那我就靜默 靜默持咒 靜默持咒 這樣經過了多久 經過了一個半小時 被火燒了一個半小時 但是我只能聽他講 我不能回他 不能問他 不能訪問 我只能聽他 在這一個半小時裡面 他跟我談了很多 我只能接受 只能聽 只能接受 我不能回他的話 都是問他 就這樣過了一個半小時 他就漸漸退開 退開呢 我再有一個空檔的進入 這一個昏沉狀態 然後 就醒過來 我手動一動 腳動一動 眼睛睜開 欸我沒有死 我想說 如果說這樣子 明天早上起來 我家師姐發覺 我家師兄怎麼 不呼吸了 那事情就搞大了 好了 從那天開始 第二天早上起來 本來又酸又痛 欸酸不見了 兩天三天都 痛也不見了 然後 又開始練功 然後 練著一個 舉手 運動 欸可以起來了 然後經過一個月 就完全恢復正常 我要講的是 不動明王 在我的生命裡面 扮演了 非常重要的角色 沒有他的救護 沒有他的加持 跟守護 絕對走不到今天 密教的修行 第一個 先不求開悟了 前不求什麼成就 先修守護人 非常重要 先修守護人 就像披甲護身也是守護人 所以金剛華也是守護人 但是 必須是 你的生命 跟他 是有三面耶 而且我們所做的事 絕對是利益眾生的 這樣就不會違背 你跟他之間的 這個三面耶 或是 那些人 非常大 祝福